事實上也是這樣 但是我後來發現台灣人有一種環境 不知道是 我們是不太沉著住氣 好像是很容易就說不管了 靠的是講一些氣的話 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們事實上幫助不了很多 我們要出錢也出不了很多 但是我們的影響就是我們周遭 所以盡量講正面的話 有鼓舞大家幫 我想這至少我們能夠做到 個人能做到的方式 為什麼要弄這個粉絲團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幫不了不了多少 但是一個人政治論 他再怎麼樣了不起 再怎麼樣偉大 還是一個凡人 像這種鼓勵 我相信這種真誠的鼓勵 會有很大的作用 然後我們找到一個正確好 真對的人選 我們來鼓勵他 我相信我們這就是 我們對台灣直接的幫助 我們直接能夠做到 像 我不曉得你們 像那個蔡英文最後幾天 哇瘋狂 很累啊 最後一天在宜蘭有四小時 事實上三號 他送給蔡英文一個小禮物 因為他是用那個快遞 所以三號也收不到 所以我相信這種東西 蔡英文收到了 因為他知道我 對不對 我們是真正的支持他 我想這個對他也是有很大的 不是 當然 你走到場子上那種陌生的 當然也是一種 所以我覺得 從自己身邊做起 不要好像老是怕這個怕 這些現象在台灣存在幾十年 他現在越是他政權會有危機 他越會變得更厲害 這個不用去講 不用再扯 我們就是要為了要來改變這些現象 那你再去重複這些現象 你打去自己就打去別人 對不對 找到證據你支持他 告訴大家 把好處告訴大家 我們走這個路線就走 中央社會就自己選了 縣市長選戰開紅盤 小英勿線確立 做就沒錯了 對啊 他們自己國民黨跟著 本身上不是做假的 他說 五月 也許我們可以再聚會 五月是主席任期兩 我們在慶祝 我們在慶祝 慶祝民進都贏了 你說我是小英的那個Fan 哦 可能喔 對啊 穿衣服的 所以五月再聚會 再來呢 就是明天時下市長完略 什麼時候選啊 十二月也是一個禮拜 明明是 你看我們是都有信心 這個餐會老早就講的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還有人 有人認為都會贏啊 都知道會贏啊 不知道啊 他都知道就這樣信心會贏 就定好 明年也是一樣 明年是選舉日 我們就定好聚餐 因為選舉日就是星期六 2010 2012也定 2012也定 3月20 3月20